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说了 北京现在准备向俄罗斯一边倒 要支持俄罗斯了 可是北京要支持俄罗斯的话 必然就要得罪美国嘛 中美就要面临一个摊牌的局面 在北京外交部长王毅发表了 高度亲俄罗斯的讲话之后 昨天3月7号 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 就对北京发出了威胁 普萨基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声称 如果中国不遵守美国和西方盟国 针对俄罗斯的制裁 可能会招致美国采取报复措施 普萨基说 最近一段时间 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 俄罗斯和中国就已经走得更近了 如果中国不遵守针对俄罗斯的制裁 我们显然有办法采取措施 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美国政府公开第一次对北京发出明确的威胁 当然了 这次美国也绝不是单单的打嘴炮的 应该是要玩真的的 我们从这次美国和西方盟国发起 对俄罗斯的核弹级的经济制裁 就可以看出 这次美国也是下的决心了 真是下决心 如果是北京要帮俄罗斯的话 要破坏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的话 那么美国将对北京也一起制裁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也说过 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 如果中国在经济上帮助俄罗斯的话 就会让美国和西方国家发起的 针对俄罗斯的核弹级经济制裁破功 或者是效果大大降低 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了 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制裁 俄罗斯的经济一度陷于困境 可是当时北京习近平政府 却伸出了援助之手 大量采购俄罗斯的能源 还提前付款 帮俄罗斯缓解了经济制裁的困难 可以说当时如果没有中国帮助的话 俄罗斯很难度过那一次 2014年克里米亚世界的经济制裁 我们看一个2014年的旧文 2014年5月 习近平和前来中国访问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上海签了一份 4000美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巨额合同 人们不仅是吃惊这个合同的金额之高 而且也吃惊这个合同签订的时间 2014年3月的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 2014年5月中俄签订4000亿美元巨额合同 这就明白了嘛 北京要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这个事 做出经济的支持 我们可以看俄罗斯的军费 它每年大约就是600亿美元左右 所以这一笔4000亿美元的巨额合同大订单 就可以够俄罗斯打5、6年的账了 从网上的数据客户资料 从2000年到2014年的15年间 中国向140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和贷款 累计金额高达3620亿美元 在同时期美国的对外援助总金额是3990亿美元 一日二日相差不到400亿美元 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对外援助的大国 根据环球时报的数据 在近四年中国对外援助的款项排名是 第一名是俄罗斯4000亿美元 第二名是委内瑞拉650亿美元 第三名是印尼500亿美元 第四名是拉丁美洲1180亿美元 第五名是非洲600亿美元 第六名是中东国家550亿美元 也就是说最近四年来 俄罗斯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援助国 金额高达4000亿美元 这就有效地帮助俄罗斯抵抗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 因此这一次美国和西方国家虽然对俄罗斯发起了一个核弹级的经济制裁 但是如果没有中国配合制裁 这个制裁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相反的如果中国在主动帮俄罗斯的话 那俄罗斯就可以完全抗得住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核弹级的经济制裁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也不得不公开警告北京 如果北京要是不配合美国制裁俄罗斯的话 或者甚至还要帮俄罗斯的话 那么美国将会对北京要进行报复 也要对北京进行经济制裁 美国这个制裁当然让北京感到害怕了 问题是如果北京要配合美国制裁俄罗斯的话 他反过来也会要遭到俄罗斯的报复 也就是说如果北京站队俄罗斯一边的话 就会受到美国的报复 而如果北京站队美国一边的话 又会受到俄罗斯的报复 所以这时候北京也不得不叫做两害全其轻 到底是美国的报复厉害呢 还是俄罗斯的报复厉害呢 可以说对于北京而言 俄罗斯的报复要比美国的报复要可怕很多 所以北京更害怕俄罗斯的报复 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看另外一条新闻 现在的美国和欧盟正准备打出一个 对俄罗斯的最后的一张王牌 就是对俄罗斯的能源石油天然气进行禁运 但是德国明确表示反对 德国总理苏尔茨3月7号说 德国短期内完全杜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决定继续与俄罗斯在能源供应领域展开合作 因为德国的能源燃料是高度依赖俄罗斯嘛 俄罗斯在德国天然气进口份额中占到了55% 在石油的进口份额中占35% 煤炭进口份额也达到50% 所以如果德国要停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话 德国的经济就会面临崩溃 所以德国就坚决反对对俄罗斯进行能源制裁 要继续进口俄罗斯的能源 有人说德国已经被俄罗斯能源绑架了 已经不敢对俄罗斯说no了 这一点是说的不错的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事实上它也被俄罗斯能源绑架了 这就是中国 从2021年开始 俄罗斯就成为中国的天然气第三大供应国 它是由管道直接输送的 那么今年2月中俄再签了1000亿美元的天然气供应大单 中国就要进一步扩大来自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量 就是进口量要翻一翻 另外从2020年4月开始 俄罗斯就取代沙特阿拉伯 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 也就是说北京在不知不觉当中 它已经被俄罗斯能源绑架了 因为俄罗斯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 而且还是第三大的天然气供应国 那么中国对俄罗斯能源依赖是非常深的 其实不亚于德国 如果说北京得罪了俄罗斯 普京切断对中国石油天然气的供应 那么中国的经济就会濒临崩溃 所以现在北京即使它想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它也不敢了 因为它已经被俄罗斯能源绑架了 更重要的是 如果俄罗斯切断了对德国的石油天然气供应 那么美国西方国家都会全力的援助德国 但如果是俄罗斯切断了对中国的石油天然气供应 那美国西方国家就会围观看笑话 没有人会帮北京的 那时候北京真叫做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了嘛 所以现在北京根本也就不敢得罪俄罗斯 也只好不情愿的就绑上了俄罗斯的战车 今天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题目是为什么习近平应该出手阻止俄罗斯 这篇文章说 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 可能有能力阻止俄罗斯的战争 不是美国 这是中国 如果中国不是保持中立 而是宣布加入对俄罗斯的经济抵制 甚至仅仅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 无端入侵并要求其撤军 可能就足以动摇普京从而制止这场恶性战争 至少能让他停下来 但是这位美国学者他没想到啊 现在呢习近平其实已经被普京给绑架了 他已经叫做身不由己了 自从俄罗斯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之后 普京等于就把习近平绑到他的战车上了 如果习近平敢敢配合美国来制裁俄罗斯的话 那普京只要切断对中国的石油天然气供应 那么中国的经济马上就会面临一个崩溃的危险 所以现在德国被俄罗斯能源绑架了 他都不敢制裁俄罗斯 北京同样被俄罗斯能源绑架 当然他也不敢制裁俄罗斯嘛 似乎现在习近平也注意到这个能源被绑架的危险性 他就提出来啊 中国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 不过现在习近平这么说可以说为时已晚了 自从2014年习近平和普京签了一个4000亿美元 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巨额订单之后 中国就不停的加大对俄罗斯能源的采购 也就是在能源上是越来越依赖俄罗斯 普京敢在现在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 他也是知道他已经把北京给搞定了 就是在俄罗斯能源武器面前 北京不得不就是不情愿 他也得跟着上俄罗斯的战车 而且还不仅如此 在上面一个节目我们也说到 习近平3月6号在北京的两会上表示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 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 其实现在中国又要面临一个粮食的问题了 据北京农业部部长唐仁健介绍 由于去年秋冬罕见的秋训 全国小麦根座面积三分之一的播种被延迟 小麦产量会大幅度的减产 这样的话呢 中国就不得不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小麦来填补中国小麦的不足 现在的国际市场上 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就占了全球小麦出口约30%的份额 也就是说现在国际市场上的小麦三分之一都是由俄罗斯和乌克兰出口的 现在俄罗斯已经占领了乌克兰所有的海港的港口 也可以说啊 现在乌克兰的小麦就全部已经被俄罗斯控制了 如果是北京得罪了俄罗斯 要配合美国制裁俄罗斯的话 那普京就有可能报复 就不卖给中国小麦了 那么如果中国没有俄罗斯的小麦 或者乌克兰的小麦 他就没有办法从其他国家买到足够的小麦 那时候呢 中国人吃饭都会出问题了 所以呢 现在俄罗斯又有一个粮食武器也捏在手里 随时可以威胁北京 所以这就逼得北京啊 选边战队只能站到俄罗斯那一边了 叫做别无选择 可是呢 美京你要选边战队俄罗斯 那必然就要和美国摊牌了嘛 美国现在已经明确发出威胁 如果北京不配合制裁俄罗斯的话 那么美国就要制裁北京 那么美国怎么制裁北京呢 难道也是直接制裁习近平吗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